周杰伦在中华海滨举行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 每场演唱会都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环节 那就是观众和周杰伦的合唱 在最近一场演唱会中 周杰伦选中了一位坐在前排的观众与他合唱 当时有网友发现这位观众并非普通歌迷 而是周大福珠宝集团执行董事郑志刚 许多网友纷纷称赞郑志刚的歌唱实力 甚至说他可以发行专辑 当晚的演唱会后 周杰伦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他和郑志刚合唱的片段 并写道原来你会唱 郑志刚也在个人instagram上转发了周杰伦的故事 并用笑脸表情回复 随后写下谢谢你给我这个惊喜的经历以表示感谢 网友对于周杰伦和郑志刚的合唱感到惊喜 许多人称赞郑志刚的歌唱实力出众 认为他可以出道并唱得非常好 这是什么神仙合唱 他的歌唱技巧比一般刚出道的艺人还要好 他不仅有才华还很帅气 有男人味 网友们纷纷赞扬着 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 面对谈论上百亿的项目时毫不紧张 但一唱起歌来就有点慌了吧 其实周杰伦和郑志刚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早在2021年 他们就曾一同合作举办艺术展览 当时郑志刚在个人Instagram上还分享他和周杰伦进行艺术事项通话的片段 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常不错 因此周杰伦选择邀请郑志刚一起合唱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与周杰伦合作 郑志刚还与其他艺人合作 积极推动文化艺术创作 不久前 韩国女团Blackpink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了连续三天的演唱会 郑志刚在个人Instagram账户中分享了他与Blackpink的合照 展示了他对音乐和艺术的热爱 郑志刚作为郑玉彤家族的第三代传人 同时也是周大福珠宝集团的执行董事 拥有优劣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背景 但他并不只局限于商业领域 而是积极参与不同领域的活动 展现多元化的才华和兴趣 这次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 郑志刚以出色的歌唱实力和真挚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赞赏 虽然他在合唱中稍有紧张和失准 但这并没有减损观众们的热情和支持 他们为他疯狂欢呼 对于周杰伦来说 邀请郑志刚参与演唱会合唱是一次成功的选择 他们的合作不仅展现了音乐界和商界的交集 也彰显了艺术和商业的融合 这样的合作不仅丰富了演唱会的内容 也为观众带来了惊喜和难忘的回忆 总的来说 周杰伦和郑志刚的合唱 在演唱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赞赏 郑志刚展现了他的歌唱才华和舞台魅力 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回响 他的参与不仅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也呈现了商业和艺术的交汇之美 这样的多元化特质让人们对郑志刚刮目相看 并期待他在音乐和艺术领域有更多的表现